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個是 這叫做 STO 鋼鎖型緩衝器 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在這個 GoPro上面呢 原因是這樣子 前幾天吼 我用我的腳踏車買了一個 這個 這個接口 這個這邊可以接一支那個穩定器 然後穩定器上面我接一支相機 然後做拍攝 結果發現說奇怪 怎麼會遇到那個 坑洞的時候 都會發現還會有震動 後來我就上網研究發現說原來 我們一般的這種穩定器 他只能夠 減緩 那個左右的震動 三軸 那第五 那所以現在還是所謂的五軸穩定器 五軸穩定器就是說 所謂的消除這個 腳踏車的這個上下的震動 因為這台腳踏車沒有穩定器 所以說 接上這個穩定器之後 他就 在實際在拍攝的時候就發生 遇到坑洞的時候 就會有 就會有抖動的現象 於是我就去 網路上搜尋找到這家公司 這家叫做信天喔 他有做一款這個 很多關於這個航空方面 那個 DJI就是那個 空拍方面的一些穩定器 那這穩定器是所謂 他也不叫穩定器 他叫做鋼索型的避震器 他可以主要可以避掉這個上下的這個震動 他是有彈性的震動 那 你買來的時候他就是兩個盤子 然後呢有附這個 螺絲 有沒有 這個螺絲 這是新型螺絲 T4的螺絲鉗 這是T4的 T4的 那個沒有做過模型飛機的人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T4螺絲 一般我們是實製的嘛 他這是 這個是六角形的 這是六角形的 所以你要買個那個T4的螺絲 其實把它 把它組合起來 組合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不 他的玩法就是 先將這個 先將這個 這個 四個 四個這個 卡榫先把它鎖上去 螺絲把卡 鎖進去 然後再將那個 鋼索給穿進去 再把它鎖緊鎖緊 然後上下一樣是對稱的 這樣子 上下是對稱 好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OK 好 那 那麼呢 然後大時候這個 Gopro就鎖在上面 然後呢這邊在鎖腳架 所以Gopro這樣子會鎖在上面 然後這個 有個螺絲 你要去買一個那個 去鎖Gopro的 這都是四分之一 他也是四分之一 下面的洞也是四分之一 所以呢 我們要把鎖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去準備這個 這叫弓的 下面是四分之一 然後這是母的 OK 好 然後呢怎麼玩呢 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東西鎖上去 穿上去 穿上去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這已經 穿上去了嘛對不對 這樣怎麼看到 再把Gopro給鎖上去 鎖上去 鎖上去了 有沒有 把這鎖上去 這樣子 鎖上去 好 然後再下來就是把這個 那個 下面這個 有這個 把它從下面鎖 他有個母 你要鎖在腳架上面嗎 他就會把鎖上去 這樣子 他會長這樣子 OK 好我們來鎖給你看一下 這樣子嘛對不對 這個是腳架的洞 腳架的洞 然後把它 塞進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鎖上去 就可以了 好 好 把鎖緊 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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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了 好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你就這時候 再把橋跟位置 就可以了 就可以錄影 我現在已經架好了 這個 上下的這個 那個 金屬電片 就是可以 減低上下的那個 震動 等一下就故意 尤其這種水溝路 然後來比較說 有加這個墊片 跟沒有加這個墊片的差異 到底在哪邊 我們現在來做實驗看看 好 然後呢 我的GoPro 都是用那個 Hyper Smooth Hyper Smooth OK 好 接下來我把那個 上下震動的 阻尼整 那個穩定器取消 掉 直接 將GoPro 連接到腳踏車上面 然後來比較說 這樣子騎那個 空洞的話 那個震動會不會 跟剛剛那個 有沒有明顯的 顯著的有差異這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做這個比較 坐在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